尊敬的赵老师 您好 赞助的各位领导 家长 同学 来自祖国各地的朋友们 你们好 来到红语学习度过了五个月 从青少年道德培训班 到诗德讲座 到学员分享 都让我受益匪浅 我叫做徐远远 今年27岁 来自吉林省敦化市 从济世起 父母感情不和 时常打架 到最后的离异 和离异后仍然漫长的纠葛 这些导致了我从一个活泼开朗 天真无邪的孩子 逐渐变得孤僻 抑郁 自卑 冷漠 厌世 我随母亲一起生活 她因忙于工作 少有时间与我交流 而我在这孤单中成长 独自摸索着做人做事的道理 也不免受着社会垃圾文化的影响 一边受着腐蚀 一边又在抗拒着 形成了今天的局面 我难以适应群体式生活 并且不懂得维系长久的感情 很少和家人朋友问候和交流 在其他同学刚来红雨放不下手机时 而我是个多年来 有着手机却当着手表用 从来不知道能够打给谁的人 14岁那年 抑郁症俘获了我 我时常怕在学校的书桌上大哭 但是却找不到哭的理由 渐渐地悲伤抑郁的情绪 在我的心中如生根发芽了一般越加的茂盛 茂盛到遮挡了我对这个世界的正确认知 和对父母亲朋的爱 而我为了摆脱这种魔鬼般缠附的抑郁 我十多年来做了很多荒唐可悲罪恶的事情 小的事情比如 我会时常坐公交车 没有目的地一直坐到终点站 再从终点站坐回到始发站 下了车又回到盲人失措的生活 时常黑白颠倒地上网 玩火拼俄罗斯方块这种抑制的游戏 我都能玩上两天一夜 因为我不想停下来 害怕大脑歇下来以后 就要重新面对现实和抑郁的感觉 严重的一些事情有离家出走 自杀 自残 早恋 邪淫 我做的这些事不是出于爱好和欲望 而是为了摆脱对孤单的恐惧和抑郁 十多年来 我被这种不知原因的抑郁 恐惧 逼迫地走投无路 用尽办法 精疲力尽 直到我彻底累了 身体也开始出现了不舒服 乏力 昏沉 易疲劳 无法正常学习工作 求医问药 仿心问道 潜心修佛都没能彻底好起来 当我2013年看到了红语文化社会版光碟 才终于找到的答案 一切都是源于父母和我本身的造作 2014年2月28日 我和妈妈来到了红语 前三个月都是辅导员 牺牲了他们的休息时间来为我做开示 时长一两个小时的开示 我才渐渐平静下来 他们耐心充满关爱的语言 让我卸下了防备的内心 生起了感恩和希望 把我留在了红语 五个月后的我 精神和内心状态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懂得了感恩父母 用和善的眼光去看待一切人事物 时刻反观内造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而不是在称恨抱怨这个世界 我刚来到红语时 有头痛 腰痛 腿痛 昏沉 眼睛感觉蒙上了一层雾 看不清楚东西 而在这四个月的生活当中 我经过学习 忏悔 以及改掉我诸多的毛病和习气 这些毛病我今天已经全部都好了 在此我要感谢辅导员的 耐心开导和帮助 他们真的就像妈妈一样 无微不至 不舍弃每一个孩子 也感谢每一位关心 帮助过我的老师 家长和同学们 我的离苦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 能做到的 是赵老师慈悲大爱的感召 我才能走到红语 是每一位红语人 无私地付出和真心善愿 才能有今天站在台上的我 最重要的是 他们拯救的不只是我的身体 还拯救了我病了良久的心 只有心康复了 我才能更好地行走我未来的人生 四个月的青少年道德教育 培训班的学习 如同一道阳光 照亮了我千年深谷般幽暗的内心 我仿佛沉睡了一千年 是赵老师那耐心诚恳 具具究竟的教诲 将我彻底地唤醒 我忽然间明白了 这么多年来 抑郁成疾的真正原因 是我不懂得如何做人 反思自己27年来 完全没有做到一个人该做的本分 不懂得段落人生 不知道人生角色如何扮演 没有人伦道德 强迫来源于执着 抑郁来源于自私 赵老师说 笑是人类永恒不变的话题 知恩 感恩 报恩 是做人的根本 以前的我不懂得感恩 自私 冷漠 无知 在我抑郁 向内挣扎 向外求索时 从未回过头 看看父母是如何地为我痛心着 从未记得他们的养育之恩 当我离家出走 自杀轻生之时 对于他们 又是何种的晴天霹雳 撕心裂肺之痛 这些我从未考虑过 我就这样痛苦了十多年 而从未想到 父母比我更痛 当我恐惧孤单时 我忘记了父母 忘记了亲人 忘记了朋友 忘记了老师的教诲之德 而其实 他们一直就在我的身旁 而我却无视他们 一次次伤害着他们 无视他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如果我十几岁的时候 就能够接触到红语文化 我不会心灵扭曲到 无能为力的地步 不会被抑郁的情绪 将自己逼乱阵脚 而做出诸多伤风败俗 荒唐至极的事情来 我会有一把道德的尺 横在心里 明确对错的选择 我今天 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遗憾 红语让我重拾了 做人的根本 效与德 红语导证了我 人生观 价值观 如果没来到红语 我也许会继续消极避逝的过日子 也许有一天就会疯掉 也许会死掉 不堪设想 有了红语 我不再独善起身 我想 每个人拥有了红语文化 都可以奸济天下 因为 一个至善的教育 是人生最大的财富 我感恩赵老师 是与我们因果教育 否则 我这一生就白来人间走一遭 也白来世间一次 回想 这十年 红语人在做什么 而我又在做什么呢 我悲痛欲绝 这十年 只缺那么一双手 就能用红语文化 将我从泥潭深渊中救出来 而这一双手 我等待了十年 在这个世界上 有千千万万的孩子们 他们正在迷茫 彷徨 罪恶痛苦中度日 他们时刻等待着 有那么一双手 伸向他们 因为 那将意味着 他们一生命运的改变 十年 可以倒下一批孩子 也可以成就一批孩子 我们的孩子 已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而不自知 在价值观扭曲中 岌岌可危 恳请在座的各位领导 家长 孩子们 不要错过红语文化 将您的手 伸向您可以拯救的 所有的孩子们 您拯救的 不是一个孩子 是一个家庭的幸福 您拯救的是 一个国家的兴衰 一个民族的未来 红语不是在做学问 是在救人 红语不是单纯 在教育孩子 是在救孩子啊 红语文化 能拯救颠倒的社会 和迷茫的人心 红语文化 能拯救 坠入万丈深渊的孩子们 和中国的未来 红语文化 能助推中国 实现中华民族的 振兴之梦 我愿以后 整合好自己 也加入到这个 肩负民族使命 助推德教 拯救苍松的队伍中来 愿我用余下的生命 和热情 尽我薄力 为红语添砖加瓦 愿我到那时 能重新成为 父母眼中的 好女儿和骄傲 在这里 我向父母 送上迟到的道歉 爸妈 女儿错了 最后 愿举世 揭学红语文化 创建和平盛世 人人都能 纯净纯善 愿赵老师 健康长寿 常伴我们 做我们永远的善知识 我的分享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聆听 感谢大家